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紧急状态已经在8月2号结束 不过掌管国会和法律术的首相署部长 都此理望珠乃迪指出 紧急状态条例仍有效至明年2月 他说这是因为国会至今没有通过议决 已废除紧急条例 望珠乃迪在国会书面答复中解释 由于国家元首和国会都没有废除紧急状态条例 意味着这些条例将实施6个月直到明年2月 部长也指出由于2021年紧急状态已经在8月2号结束 因此陛下已经没有权利在宪法第150之三条款下 撤销紧急条例 如今唯有通过国会两院才能撤销